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軟體的安裝 先把身份變成Grid Grid 所以我把我的身份SU-Grid 密碼 OK 這有錯沒有管它沒有關係 現在是這樣 軟體都沒有裝 軟體沒有裝它當然出錯誤訊息 現在我去到OBT目錄 你可以看到剛剛做的Grid目錄 進到Grid目錄資料夾 這裡可以看到 有Run Installer直接跑它 那它出來的速度 可能會讓你覺得無聊 所以等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那種 時間花太多我會把 錄影停下來 你會聽到你會看到暫停 然後 它 加把出來的速度 因為在虛擬機裡面 當然比較沒辦法控制 OK出來了 小字 小字 你可能就要把解析度放大一點 我們選擇的是 Install and Configure Grid Infrastructure as a Standalone Server 手冊講 你要裝Software Only 不用啦 直接變成Standalone Server 語系英文 好 它在這邊抓到了 看到沒 好 那 我們的Redundancy 可以用 Normal External 都可以 不用那麼麻煩 我們在 創建 第一個 Grid Infrastructure 資料的時候 最好要給它三個 所以我就把前三個給它 就是用 這三個 硬碟 當成一個群組 群組名稱叫Data 好 三個就夠了 3G嘛 下一個 那這邊要設密碼 我們就設Oracle 他說我們的密碼不符合他們的安全要求 先不管 好 這邊你看 很完美的他們自己就抓到所有項需要的群組 所以你在這裡不需要太麻煩 所以如果你之前的 這些準備動作有做好 為什麼這些準備動作這麼重要 因為後面就會進行的很順利 如果你準備動作做得莫名其妙 自己會找到沒 他找不到 然後呢 ASM Database Administrator OS DBA群組是ASM DBA OK 像這個群組 OSOPER 還有OSASM 好 這個都沒有問題 好你看他自己就抓到了OSM的 Oracle Base 是Grid Base 它將會跟 資料庫 處於兩種不同的地方 所以 安裝 Grid Infrastructure 的時候 是用Grid 用戶 而不是用Oracle用戶 而不是用Oracle用戶 他警告 你所選的Oracle Home 是在Oracle Base之外 不管他 YES 然後他這邊會創建一個 Oracle Inventory 不用管他 OK 他現在開始 做 檢查 檢查 檢查各項參數軟體是不是都有裝 OK給你一個 你可以存在 你可以存一個Response File 存在Grid使用者的加目錄裡 沒有問題 完成 這個過程是比較長的 沒有辦法避免 所以 我們就要等久一點 等一下 他會執行一個 root的shell root shell script 所以我會停下來給你看 root shell script 而這中間的過程比較長一點 這個一個一個跑的 就需要時間 我現在把錄影停下來 暫停 所以 影片並沒有完 是暫停 OK好我們錄影繼續 你可以看到 我們做到這個地方 他開始 要我們 用root的身份 執行 這兩個 命令稿 有的時候 你看外面的影片 他可能會覺得 他只會要你做一個 事實上不一定 他看安裝的狀況 首先 optapps orainventory orainstalroot.sh 好所以 我們就要去到 opta apps orainventory 這裏面有一個 orain root 然後 第二個 第二個是在 grid的目錄裏面的 root.sh 所以 這邊有個grid 裏面有一個 root.sh 好 他問你要不要把這個 檔案 call上去 就yes 就好了 這裏要用root的身份去做 這是要用root的身份去做 ok 好 這邊的動作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開始 老鼠對不起 好 他完成後面後續的安裝 他會執行這個 oracle configuration system 這個oracle net configuration system 然後呢 他configure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for a standalone server 他正在把我們的 infrastructure變成一個獨立的伺服器 以及他會啟動一個 ASMCA 來幫助我們 去建立其餘的群組 那這個disk group呢 你建起來就要有一點經驗 如果你沒有安裝過11G的話 你最好 就有一點trial arrow 如果你只是要建立一個 一般性資料庫 你大概準備個3、4G 所以你的那個 疊的大小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 他 可以讓你在 事前跟事後來跑這個 ASMCA 所以等一下我只做一個 disk group 然後讓我們在事後建立你其他的 那個資料庫的時候 可以再做 其他的ASM disk group 如果他動作太慢 我再把錄影停下來 OK他成功 好 現在 我們的成功 是在 那個 Grid infrastructure 的成功 好 那這個時候我就退出Grid的身份 回到 Oracle的身份 我們看一下 這裡 我們做完了 Grid的安裝之後 好 我們就要回到 Oracle正常的安裝 好 然後這邊是執行完這個東西 在 做這件事的時候 有幾件事要小心 像這個地方 現在已經不用改了 之前是為了怕不認識 你是centalways 要改一下 好 一般來說 你可以這樣做 在哪裡 在 在這裡 叫 OPT APPS Grid的Lib 這是Grid的裡面 他現在沒有出錯 應該就沒有關係了 我們看一下 然後 然後 你要用Grid的身份 建立Data群組 跟Flash群組 也就是我現在 如果我等一下 開始安裝 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先回到Grid 看一下 我開始要安裝資料庫 然後 我用ASM CA 好 然後 启動一個ASM的 Configuration的System OK 這是剛剛所做出來的 Data Disk Group 我要另外再做一個群組 Create 我們還剩下 你看 EFGHIJ 那 如果 我要做一個新的群組 它是一個Normal Redundancy 那我的群組名稱叫做 HR 我等一下做HR的Data Base Data 2 好 我就做Data2好了 Data2 吃三個Disc 三個呢 就3G了 那我這樣OK 它幫我建立另外一個群組 叫做Data2 Data已經被存了 已經有東西存在裡面 所以它不能再用 這個群組就像是 我們做了實體卷宗 變成虛擬的卷宗群組一樣 群組裡面有三個分割區 或是你可以在這邊主動的 告訴它 你要有幾個分割區 或是幾個疊 那我剛剛就是把一個疊成功了 一個疊變成一個分割區 在這邊 Data2 3G 可用只有1.39 為使用是這樣 Free是這樣 總共是這樣 它有Redundancy 是Normal 那相對的 如果你不想 不想甩它 你可以先 Dismal 他說Data群組 無法卸載 沒關係 我要搞的是這個 你對它不爽對不對 按右鍵Drop 你不喜歡 重做 丟掉重做 建立新的 建立新的 我用1 2 3 4 對不對 看你要喜歡怎麼樣做 好 這邊做一個 Data2 Data2 OK 我用的是 Normal Redundancy 所以它當然會多吃一點空間 它要做 它要做自己的那個 HIGH Availability的事情 OK 成功了 可以嗎 使用 Usable 1.9G OK 退出 它這邊要你去看一下 在 你的 裝置檔上 Device 你可以看到有 有沒有ASM Group 目錄 Oracle ASM 看到啦 目錄 CD Oracle ASM 裡面就有 Disk 裡面就有 這些 這是我們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Disk Data1 跟Flash1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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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關係 不是重點 好 現在 接著我們就可以開始安裝資料庫了 那 這邊有一件事情要你先做 到 OPT APP目錄 是不是 被修改 看一下 Apps目錄有沒有被修改的狀況 它還是Oracle All Install 所以它這邊的考量也 沒有用到 所以不用管它 沒關係 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始 去改它 它說 你可以順便把 Red Hat Release的 內容 去修改一下 我們當然可以 急功耗毅的 以下 UTC Red Hat Red Hat Release 它這邊寫的是 Centless Release 5.8 你可以把它改成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Release 5.5 這個我記得沒改 無所謂 然後 然後 我們可以開始裝 Oracle 當你裝Oracle 一定要變成Oracle User 因為它們每兩個人的SID 什麼都不一樣 所以我推出使用者 回到Oracle 用Oracle的身份 CD OPT Database 這是解開的目錄 這裏面有個Run Installer 好 等一下如果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我就會把影片暫停下來 在它的文件裏面 它要求我們 Run Install Database Software 這也是可以選擇的 只是如果你想要節省一點時間 你可以連資料庫一起做 這倒不是一定必要的 所以如果為了安全 我們也許可以選擇 Run Software 我把我的 電子郵件 好 然後寫上去 這應該只是 沒什麼大事 下一步 他找proxy找不到 不要理他 把這個勾勾起來 然後不要 Create and configure Database 不用 Install database Software only 你可以選這個 比较安全 好 當你裝完軟體 再開DBCA 建立 在ASM上面的Database 可以的 所以這個比較快 這樣比較快 下一步 下一步 看你要用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只有一台 我當然用 Single Instance Database Installation 不是用Rack 我用Single Instance 語言英文 那你裝的版本是 Enterprise Edition 還是Standard Edition 看你要需求什麼 選擇Enterprise 安裝的位置 不需要改 他已經幫我們寫在 Oracle Base 跟Oracle Home 的變數 裡面 你看他的位置是 OPTA BPS Database Product 11.2.0 裡面的Db1 這個做得很好 好 我們的 Oracle Database Administrator Group 是 管理員的群組 是DBA Oracle Operator Group OS DBA Oracle Operator 是Oracle Group 沒有問題 後面 再做檢查 好 我可以把它檢查到的結果 Save response file 回到Oracle的加目錄 然後完成 一樣 這裡的過程因為比較長 所以我會把 那個影片停下來 不是停下來 是暫停 所以 稍後 等一下 對你來說 一下就 就過了 我這邊先暫停一下 我等他 裝完 我再讓影片 錄影繼續 OK你可以看到 現在 跑完了 到94% 要求要再執行一次 Root的 Show Script 所以 所以 接過來 他的位置是 App Oracle 裡面有一個 應該是 Database Product 我可以 Database P P P 好 跑完 好 它完成 完成是software only 所以你要分清楚 沒錯 伺服器 Oracle的軟體完成了 但是資料庫還沒揭秘 DBCA 所以它的動作會稍微快一點 因為它是沒有跑DBCA的 我現在要建一個資料庫 是在ASM上面的 所以我們剛剛的ASM CA 幫我們做了一個Disk Group 然後現在我們用DBCA來安裝 一個新的資料庫 我現在建立的是一個新的資料庫 這個資料庫是 General Purpose Or Transaction Processing 一般用途 然後資料庫的名稱叫做 比如說HR 上課用的 下一步 然後它 它 要不要把EM打開 要 它的 使用者帳號的密碼 是不是使 像是管理員帳號密碼 要不要不一樣 好 使用同樣的 這樣比較方便 Oracle 然後下一步 密碼 並沒有 合遇安全規範 沒關係 儲存的方式 選 ASM 馬上不同 然後呢 你希望它存在哪裡 Use Oracle Managed File File Location Variable 它都存在一般的狀況 沒有什麼好改的 我用ASM Database Area 它要我們選 選擇 Disk Group Data已經被用過了 我們要用的是Data Tool OK 這就是ASM的選法 Hit Plus Data Tool 所以 這個資料庫 是做在ASM Disk Group上面的 好 它現在 要指定ASM的密碼 OK 要不要選 指定FRA的位置 還是 Archive Mode 這 你以後再說 Sample Schema 要不要指定Sample Schema 然後其他的大小 SGA 任戰記憶體大小 等等 就用預設子 字 確實是有點小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 那個 可以把它放大一點的話 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 建立資料庫 完成 OK 它開始了 那 這個 你也知道 這樣會花一點時間 我一樣 把 錄影停下來 OK 一切都跑完 我們的資料庫 名稱叫HR 它的 server parameter file name 是PlusData Tool 在ASM上面 它的 EM Enterprise Manager 那個 它的 位置是 https 11版 是加密的 servertame 打example.com 冒號 158EM 如果有必要的話 在這邊改一下 password 對於 HR user unlock 把密碼改成 HR N HR 這樣 OK 好了 那 資料庫都上來了 那如果你要測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開 Firefox 事實上不用了 拿下面的Firefox去連 就可以了 從這裡 開 192 1.168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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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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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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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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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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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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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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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oracle身份去进到sql plus的时候是不对的 你看一下 sql plus sys sys dba 他虽然可以进去 但他跟你说他连接到的是一个idle instance 在这里 这个idle instance 不对 对 你这样没有办法 你这样子如果直接关机会糟糕的 所以呢 你先把oracle sid修正一下 set 大写 oracle sid is hr export 比较快 export 然后呢 你再用sql plus 进来 这个时候你看哦 看讯息 connect to oracle database 11g enterprise edition release to product 如果你要关闭资料库 这个时候可以到shut down immediately 这就是真正的关闭资料库 所以我们的基础设定到安装过程都已经讲完 那这几个影片可以给各位参考 好 谢谢各位观赏